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到的是 前任寺英年早婚的剧组的各位主创 让我们欢迎总制片人王忠磊 导演田宇生 制片人周子健 执行制片人薛刚 以及演员韩庚 余文文 刘亚瑟 朱颜曼兹 曾孟雪和罗米 欢迎各位前任寺的各位主创 我们看到一家人还是整整齐齐 天导太有号召力了 我们的各位主创来到台中 好欢迎前任寺英年早婚的各位主创来到微博电影之夜 先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这整整齐齐的一家人 来导演 来从田导开始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林佳的饰演者余文文 欢迎丁点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幕后学刚 没错 我们都说是看着前任系列成长的 学会爱的 所以这次前任四在上也想问问林佳和孟云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这个涉及到剧情 孟云要不你给大家透露一下 新的进展就是把她的问题解决了 那女人的问题可是有时候有一点多 对 就是孟云这次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困惑 对 又突然对这个爱情不是很上头了 对 遇见了很多事情 所以你会帮助她很多 所以其实也想问问田导 田导曾经说过 说一部作品能够陪伴大家十年的时间 是一件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前任四现在又聚齐了一大家子 有没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 这个系能够走到今天真的是靠观众的支持 因为 那我看到所有主创手里都拿了一枝玫瑰花 是有什么说法和寓意吗 我其实是这样的 象征的爱情永远热烈很好 但是能代表至少我们是个爱情 特别深刻 几年前看前任三的时候 一个人去看的 看来了之后走出了影院 当时就有一朵玫瑰花出现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觉得再次催更了 各位能不能搞快一点 谢谢 好 期待这部影片 谢谢 谢谢 一起期待 谢谢 好 我们剧组一起拍个合影吗 来 我们剧中 导演 好 拿起手中的玫瑰花 中美总现在少一朵 好了 好 谢谢 再次谢谢前任四英年早婚剧组来 请内场休息 再次欢迎各位来到微博电影之夜 好 请内场休息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前任四英年早婚的代表 总制片人王中磊 导演田宇生 制片人周子健 执行制片人薛刚 演员韩庚 余文问 刘亚瑟 朱颜曼兹 曾梦雪 和罗米登台 有请他们 欢迎各位来为我们推荐影片 那王总先来 今天带了一朵玫瑰花呢 是吗 好 那我们 不急了 十分体面 谢谢 谢谢这个有才的剧组 田导还有话 十分 我们共同来期待微博上来揭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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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